字幕 benven 你好 我是江泥 覺得我們聊的主題是 季前球隊分析之氣冷人隊 關於這個主題我們尋找文字稿放在worths.com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別�chlagen要擊 terrorist個給我資訊 lessons 就再讓我回到今天的主題 影片中所有的数据截至2019 8月22号 这一集是球队分析的第四集 先马聊的是废城七二人 一样先从球员异动的部分看起 敌队的球员有 君兵巴勒到热火 JJ瑞迪到提呼 巨神兵马亚罗比奇到小牛 Teezer McConnor到六马 加上Granmaru也离队了 补禁的球员有 Alford Jushy Richardson Romunato Kyle O'Quinn Trackbox 还有今年玄境的 Matisse Cyborg 新赛季因为Kouarener到西区的快艇队 公路正中180俱乐部的 Blondon到六马队 高炮塔 Milotic回欧洲 绿山军的 公雅北 Karidaw蓝网队 跟KD组 双清联线 但死神KD有可能整季报销 所以七二人在新赛季 绝对是东区 强权之一 我自己的看法 今年七二人在东区 主要对手就是 公路队 除非这两支球队在 东区第2轮就不小心碰到了 否则今年七二人的目标 至少要前进到东区冠军赛 才算及格 画面上看得很清楚 因为七二人正中 包括 Aofor 2800万 跟Tobelazio Harris的 3200万 都是相当大的合约 但好玩的是 球队外的核心 其实是Ben Simmons 跟John B 所以上个赛季已经走到 东区第2轮的七二人 新赛季至少要前进 东区冠军赛 才算合格 咱们先来看一些数据 上个赛季七二人平均得分 是115.2分 这是全联盟第4名的成绩 在东区只输给公路队 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数据 三个赛季联盟场均出手次数是89.2次 但七二人场均只有出手88.2次 所以七二人场上的节奏是相对比较慢的 这当然可以理解 因为主要得分手是进去的John B 第二个数据要来看到的是 上个赛季联盟三分球平均命中率是3.55 但七二人是3.59 所以七六人的外线能力高于联盟平均水准 再简单的说 进攻端上七二人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因为得分比七二人高的前三支球队 出手次数都比七二人多 其中提武场均出手比七二人多4次 但场均只多得0.2分 从这我们就可以知道七二人上个赛季 进攻端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可是在防守端上刚好相反 上个赛季场均失分是112.5分 这是16支进季右赛的球队中 倒数第二名的成绩 只赢西区的快艇队 所以七六人是一支公优于手的球队 新赛季七六人有几个问题要面对 第一个问题是上个赛季进攻效率 排在球队前几名的球员都离开球队 其中包括巨神兵 马尤罗比奇 居民巴勒 杰杰瑞迪 等等 而我们刚刚有聊到 七六人是一支公优于手的球队 所以新赛季进攻端上如何保持 该有的效率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中比较麻烦的是 杰杰瑞迪加入提护队 杰瑞三个赛季场军三分球 出手次数为8次 能投进3.2克三分球 这两个数字都是全队最高 事实上杰瑞带给其后人的是无球的能力 他在场上的走位会带给对手很大的防守压力 这不同于一般的定点射手 现在场军18分的杰瑞加入提护队 这对其后人来说在进攻端上 会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毕竟少了一名无球能力出色的射手 7-6人的第2个问题是 Harris在3号位的防守可以多出色 因为过去几个赛季他都是主打4号位 目前因为Ehofford的加入 所以Harris势必是先发3号位上场 可是当他对位到优秀的3号位时 比方说皇上有的BJ 可爱Kwaleina 甚至是主要对手攻入的 Chris Milton等球员时 Harris一对一的防守可以多优秀呢 因为上个赛季做这个工作的球员 Jimmy巴雷已经敌对了 所以年薪3000外的Tobelze Harris 球迷要看的不只是进攻端上的表现 实际上防守也是 新赛季球队先发 他依据会是 Johann B 还有Yoford Tobelze Harris 加上 Josh Richardson 还有Ben Simmons 这是费城相对的概念 这应该也是联盟平均升高 最高的先发组合 主要轮替球员会是 Maskar Jimson Annis Shedbot Kyle Quinn 还有今年选境的Martis 以及上个赛季的新秀 Smith 先从阵容上来聊 Maskar主打3、4号位 Jimson Annis主打2、3号位 今年选境的Martis 也可以打2、3号位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预期 Johann B 跟Yoford 两人休息时间会错开 也就是让Yoford 7.5号位的时间 因为这样的安排 才可以让Maskar Jimson Annis 甚至是原本主打4号位的Tobelze Harris 有更多的上场时间 后场的部分相对简单 不管是Romanato 或者Tradebox 对球员来说 这两名控球后卫 只要有一人能打出 水准以上的表现 球队都是赚的 因为这两名球员 都是用底线签的 再加上场上有 L4跟Johann B 两大核心在 所以替补的1号位 场上工作相对简单 适时的切入 跟有外线能力就足够 当然防守是必要的 以上的球员名单也告诉我们 新赛季 7号人在场上的节奏 也许会比上个赛季更慢 因为包括L4 从5号位拉到4号位 Tobelze Harris 从4号位拉到3号位 虽然场上高度更出色 但相对的是场上速度也会慢一点 这没有好坏的问题 但考验的是场上控球后卫 节奏的掌控能力 7号人现在有意思的点出在2号位 因为除了 詹姆斯安妮斯 能打替补的2号位之外 其次7号人正宗 还有一名年轻的球员 史密斯可以期待 他在大学时期 防守能力就非常出色 而且他的体能条件 非常劲爆 只是进入NBA之后 有阴伤的关系所以没有太多的上场机会 更重要的是他目前只有20岁 进入NBA时外线能力一直是他比较大的问题 但上个赛季场军投进一颗三分球 三分球命中率是3x75 这只是6场比赛的数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7号人要思考的问题是 30岁的詹姆斯安妮斯当然不会是球队的未来 所以如何可以保持战绩又培养球队的年轻球员 这点会相当关键 事实上今年选境的 马提斯塞勃也是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 而他跟史密斯一样防守能力都非常优秀 马提斯塞勃在大学时期更是拿下非常多防守奖项的肯定 而刚刚我们聊到 其实在上个赛季的防守效率是不理想的 所以如何使用这两名年轻的球员 来帮助球队防守端上更出色 这也考验着教练Black Brown的功力 而更现实的问题就是 这两名年轻球员只要能练出其中一人 对整体风险上的帮助会非常大 这里指的是未来 我个人认为新载机 720在进攻段上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Airhofer的车里能力真的太出色了 他跟920B在高低位的搭配 再加上Ben Simmons的切入破坏力 球迷别忘了Ben Simmons在今年夏天是苦练跳投的 所以由以上三位球员为核心 720场上2号位3号位的工作会相对简单 就是防守跟三分球 也就是所谓的3D球员 但好玩的是 切忍在明年的薪资来到 1亿4600万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聊过 新赛季对年薪3000万以上的 Harris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他极大的可能会变成定点射手 因为关键时刻的球一定是在 920B或者是ALFO手上 但事实上3000万以上的定点射手是非常贵的 而且麻烦的是 Harris并没有像Jimmy Butler一样有着可以带打控球的能力 所以720要思考的是Harris未来在球队的定位 这里指的是明年薪资爆炸之后 这是今年季中720球团要去思考的问题 更直白的说如果球队只是要一位3D球员3000万真的太贵了 但因为今年夏天整个环境的关系 所以Harris一定是拿这样的行资 差别在于是在哪一队而已 新赛季对于秋仁而言 其实就是1 2的机会 这里指的是不管西区打得多惨烈 反正东区最大的对手目前看起来还是公路队 只要能打败公路队就有机会拿下总冠军 上个赛季的棒队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今年对秋仁来说当然是最好的时间点 因为下个赛季KED会回到场上 绿战军的双炭花当然也会更成熟 所以今年对秋仁来说是一定要把握的赛季 否则明年的薪资1亿4600万出现之后 对球队而言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我自己的看法 秋仁这个阵容要维持下去是有难度的 我个人偏向920币加上 要打高低位的战术 再加上Ben Simmons的切入 以这三人为核心去做整个阵容的调整 应该会更理想 也许有球迷会问是不是可以920币加上Ben Simmons 跟Harris为主要核心 这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麻烦的是他跟Aerhofford都签下一份很大的合约 所以未来也许两人只能留一人 就要看球团怎么选择 在同时签下Aerhofford跟Harris之后 这代表着新赛季切入是All-in的状态 好玩的是今年东区的状态确实是可以All-in的 因为整体战力不如西区这是事实 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尝试的豪赌 总管Aerhofford这个决定是相当正确的 接着就要看结果 如同上个赛季暴龙队拆掉双枪一样 总管能做的是在阵容上补足战力 但其他的部分就要看教练跟球员的能力了 我个人对其他人是有着相当高的期待 但如果其中有交易 我个人不会觉得太意外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内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们会喜欢 那今天影片在那边结束了 既然要喜欢跟他分享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经过我的频道 给我个事实的鼓励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我是姜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